现代的建筑设计理念 古朴而简约 那么我们分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一品居 第二个是三淮地 第三个是九金坊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历史宝库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恢复当年的风貌 那么现在这么一个古建筑在这里 就是我们修旧如初恢复它当年 这种清文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在水街的改造过程中 设计者还巧妙地把散落在新安民间的 一些明清时期的石雕石刻 移植到幽静的园林中 水街因此成为了新安的小小博物馆 2005年水街获得中国魅力名震的称号 新的改造理念 装点和丰富了水街人的传统生活 小桥流水依旧散发着来自原国的气息 古老的生活中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水街保护工作中特意安排修建了一座古戏台 让水街人得以保持传统的娱乐方式 台上演出的是桂林的地方戏剧《彩调》 演员都是当地的票友 演戏的 看戏的都逍遥在祖祖辈辈不变的快乐之中 这一刻时光似乎停止了 古老的一切依旧我行我送 演绎着代代相传的故事 无一节前夕 华嘴前端的最后一块基石落下 消失了一百多年的华嘴工程 恢复了从前的模样 村民们都在为五一黄金周的事情忙活 村委会特意从城里进了一批旧电器和旧家具 这是为开办家庭旅馆准备的 村民们对旅游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艾芷申要忙的事情也很多 他和弟弟合伙开了家小商店 眼看着旅游旺季来临 商店的货品不够了 艾芷申让儿子和侄子一起去唐县城 采购完东西 小艾和堂弟不想马上回家 毕竟是年轻人 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 小艾回家时